春節年假即將結束 但歐盟孔病毒可沒跟著結束 指揮中心公布 從今年元旦開始到2月3號 本土病例總共516例 其中四大症狀中 咳嗽超過喉嚨症狀 位居首位占了一半以上 喉嚨症狀則有49% 還有發燒及流鼻水 或是鼻塞為主要症狀 本土歐盟孔病例中 有38%屬於無症狀 61.8%屬於輕症 中重度以上則有一位 雖然染疫多屬輕症 但可不能掉以輕心 就有專家表示 年後將有機會爆發大規模的社區感染 畢竟過年期間的PCR檢查送驗 是過年前的三分之一 年後才是考驗的開始 疫情後一定會回馬腔的 因為你自己想想看 受限於疫調的過年期間的人力 還有過年期間的篩檢量 那個都可能不足以說浮現 那我們所謂社區的一個傳播的數字 那些已經在匡列中的 那本來就是在控制中 醫師也指出要再恢復疫調人力 及篩檢量之後 才有可能把陽性率整個呈現出來 台大兒童醫院院長黃立民也表示 Omicron在社區蔓延就像是冰山一樣 疫情要馬上收斂平息 恐怕不太樂觀 甚至要持續三四個月以上 得要提高全民防疫意識 才能有助疫情控制 TVB的新聞李炎之林立腿報道